耗费6000亿抗议表现却落后穷国 尼克敏须内阁部长减薪一半已是负责 太平23日续 行动党全国副秘书长兼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克敏今日指出 虽然国盟政府声称四经耗费6000亿令吉天价来抗议 可是经过漫长的一年后 我国新冠肺炎患者人数不但变得加厉 无论是重症患者或者死亡人数皆打破记录 事实证明如果国家再由国盟领导 人民生活将继续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接种率竟然输给辽国与柬埔寨 也是后廊区州议员的尼克敏今日指出 截至今日我国新冠肺炎患者人数不但突破50万5115人之上 我国的疫苗接种率更低至每100人只有0.22剂 抗议表现甚至输给辽国的0.32剂 及柬埔寨的0.39剂 国盟政府办事的乌龟速度实在令人气煞 东眠部长因大幅减薪 尼克敏今日在后廊推展一人一盒饭火箭关爱您运动后 将媒体如是指出 火箭服务队今日准备了200个饭盒免费派送给区内贫困家庭 希望低收入家庭面对疫情考验之下 依旧可以三餐温饱 尼克敏指出 走后门上台的国盟拥有我国史上人数最多的内阁 政府部长人数多达70人 可是这个史上最大内阁绩效低落 多名部长不但吝闹笑话 表现甚至一笑大方 为了对抗议失败已是负责 我建议内阁东眠部长即刻起减薪一半 以捐给国家抗议基金 尼克敏说 违反SOP部长应该辞职 尼克敏指出 人民除了普遍不满政府抗议表现一团糟 更对国盟政府双重标准的执法怨声载道 因此为了平息民愤 违反SOP的部长应该主动辞职 以示尊重罚业精神